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透过了挖掘 透过了统计分析 我们先把很多很多的资料库连接起来 我们用计算机透过网路 透过云端去采集很多很多很多的资料 好比说我们在这个淘宝网 好比说我们在某个购物网站 去采集成千上万的购物者的行为 这个就是所谓的采集资料 再来怎么样去做导入呢 这样的采集很多很多的资料库 可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在导入的阶段做一些简单的过滤 还有这个预处理的工具 例如有一些资料是无效的 有一些资料可能是过于极端的 这个都可以排除掉 过滤掉 这样的特点可以导入有效的资料 它的特点和挑战是导入导入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每秒钟导入的资料甚至常常达到了百万兆级别 这非常非常的可怕哦 我们要怎么样做大数据的统计跟大数据的分析 这个非常很专业的技术 我们用分散式的资料库来对储存大数据 进行普通的分析跟分类汇整 来去达到统计跟分析的需求 这个部分呢牵扯到特点是挑战非常大量的这个数据 至于说怎么样去挖掘 怎么样去预测 这个就是在现行演算法上面呢要得到一个预测 得到一个分析的结果 进而呢我们要产生一个未来的模型 这个都牵扯到大数据处理的方式哦 不过啊大数据不是人人需要的 好比说在传统的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只是卖菜 它可能就不会有数据的导入 那么到底是何种产业适用于巨量的资料呢 例如统计学相关的领域 好比说天文学啦大气学啦 例如顾客关系的管理 顾客关系的管理可以用巨量的资料 让销售端跟顾客有更好的这个销售模式的经验 大数据呢其实只要能够接受到大量的数据 它其实也是透过统计学去分析到的这种结论啦 它能够产生实质的利润 跟帮助需要帮助的领域 好比说在销售模式的预测 好比说在专家系统的判读 好比说以网际网路电子商务为最主要的大数据的趋势哦 好大数据有一些实际的案例 我来告诉你哦 好比说在Facebook Facebook你常常会去按赞打卡发言留文 这样的浏览模式呢 在Facebook后台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分析 知道了这样的使用者的模式 而把这样的模式推给广告商 广告商可以对应到 它需要接收端的使用者 这样子呢就可以增加广告收益 而且这样的广告收益 也为Facebook带来的成功的关键哦 好比说美国有一个Twitter Twitter跟Facebook的类似 它就是利用推特文呢 去预测 好比说预测一个这个HIV病毒 这个案例增减啊 或是它也做到了一件事情哦 前不久它预测了这个情绪投资对冲基金 好这很厉害哦 好比说Google 它其实Google在后台有一个Cookie 它去分析人群的喜好 把这样的喜好卖给广告商 广告商呢就可以有效的去下广告 这样子Google也可以产生 这个网路的盈利咯 YouTube也是这样 它依照个人化去推荐你喜欢的影片 所以你会越来越发现 它推荐的影片绝大部分都是你所喜爱的 那这样子也产生了一个经济的模式哦 好大数据 未来的机会跟风险 它的风险啊是 你未来会面对如影随形的广告 因为数据很多广告商会借由这样的数据 推给你需要的广告 那么也会有一个风险是在各自外泄 收集数据的过程 一定会有捞取资料 挖掘资料的过程 相对的也会捞取了个人资料 政府全力会视为 因为这些数据会造成政府的无法掌控 大数据的机会 机会呢 它是由文资转成图资 让我们更容易读懂 未来的行为模式 只要设计好 大数据的读取行为模式判读的软体 后续的维护成本 就会相对的低廉了许多 为什么巨量的资料能够预测未来 因为所有所有的模式都是透过资料 产生一个模型 就能针对你未来的行为 这样的大数据其实就是透过统计学去预测 这样的进阶资料探勘技术能够协助发展未来人类的生活 今天的大数据为课程就到这里咯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 by bwd6